欢迎回到这一节的天下新闻 带您关键今天的新闻记事版 今天的新闻记事版有点科学 但是又有点悬 所谓钢铁英雄的生育法典 可以形塑尚未出生的 克星宝宝新生的DNA 不过这在现实的生活中 到底办得到吗 今天的新闻记事版就由汪欣怡来告诉您 是不是有人天生就比较机车呢 不过科学家总是说 精英是管不到你的人格的 就像每个妈妈一样 她希望她的孩子健康快乐 日后可以成为一个避险基金管理人 他们会去参加晚宴 吸取别人的灵魂 还能够日进抖金 要是能够住在克星那就更好了 那里出生的孩子天生就经过基因改造 适合去做特定的工作 这就是重拍的超人电影 钢铁英雄的故事设定 有个叫做生育法典的巨大出生池 可以形塑尚未出生的克星宝宝的新生DNA 将它们打造成战士 政治家与流行巨星 不过像这样的生物决定论 真的有可能实现吗 人类基因体计划在十年前 完成约两万三千个人类基因的解码工作 许多人开始以非常基因本位的角度看世界 媒体很快就开始报道幸福基因 同性恋基因等等各种基因 英国桑格研究所的遗传学家卡尔安德森说 是人格行为或是成为工程师等等复杂的特质 并没有专属的基因 因为人类的特质受到成千上万种 遗传密码变异所影响 科学家目前还很难找出 这所有变化的应对基因 但我们要是真的找到了 又有什么能够阻止我们 肆无忌惮地操弄试管婴儿的基因体 好让人们制造出像钢铁英雄里面的 一整个世代的不动产经纪人呢 事实上单一基因会影响许多不同的生物系统 你如果想要同时左修右部 很有可能会搞出螺换分线增加 等等不可预期的副作用 除此之外 我们全都是先天与后天的产物 像是生涯选择这种复杂的特质 受到后天教养与基因的影响很大 你如果把天生的战士当成职业舞者来培养 结果比较可能出现的是电视节目《武林大道》 即便如此 那也只不过是整个故事的一环而已 我们还受到第三因素 表面遗传学的影响 这个名词指的是 在不改变遗传密码的情况之下 使基因活动产生变化的细小化学标记 有些标记是由DNA所决定 有些是受到饮食等环境因素触发 有些则是随机产生的 我们对于表观遗传构成的控制能力 甚至比对基因的控制能力还要差 即便我们复制出战士大军 还用同样的方式把他们一手带大 他们可能还是会各有千秋 你要是觉得弄个有如白纸的个体 对他上上下下做一些基因改变 就能够使他变成工程师 科学家或是战士的话 那就太可笑了 科学家说 基因管不到你的人格 要培养出一个优秀的孩子 还是少不了日与夜的陪伴和后天的教育 今天的新闻记事版就到这里 接下来把镜头交给新闻主播